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里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点就是以太坊链上的有一个金狗出现了 我已经发了推特了 我是在现在是我们这里下午7点钟 那我是在6个小时之前发的推文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到 那这个以太坊的金狗出现了 以太坊链上的盖茨费力开始跟着上涨 那是不是以太坊从此 因为这个金狗可以起死回生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就是比特币今天收了月线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未来的一个走势 然后再结合一些这个基本面 分析一下比特币的一个形式 那第三点我们就是来聊一下这个 Selona的一个情况 那Selona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是差一点就是要冲击去200美元了 那么到底它后面还要怎么去走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三个方面内容 OK那么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 咱们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你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因为加密货币的风险是非常的大 那我建议你先去学习 多看少动 那么如果说你想快速学习 并从中开始赚钱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群 那会员群的加入链接 在视频下方 YouTube视频下方的电报群 找到我本人 那可以语音或者是视频咨询 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一定帮我提前点个赞 先赞好看 踩运不断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 你代访链上出了一个经过 就是这一个 大家应该能看得清楚 我往这边放一放 那这个叫Nero 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Nero呢 它是 它的主人呢 就是曾经狗狗壁的那个主人 那狗狗壁的这个原型呢 是在今年去世了 那去世了之后 这个狗狗壁的这个主人呢 它就领养了 它就养了这个新的一只狗 那这个新的狗呢 它是叫 它也是一个柴犬啊 那么它是叫Nero 那这个Nero 在这个狗主人公开之后呢 在以太坊链上就出现了这么一只狗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啊 看一下日线图的一个走势吧 那我们看到 从上线到现在 它是大概涨了有几百倍了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 500多倍 500多倍的一个涨幅 那但是呢 我非常可惜啊 我看到它的时候呢 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了 我现在是转了 我看一下 我大概是在0.08这个位置上上车的 我转了 我翻了一倍多 那我昨天就是我上车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会员群朋友讲了 讲完之后 大家呢 就是都是在 差不多是在0.08的时候上车 那目前的价格是0.17 那这个币呢 呃 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写的这个推文啊 那我当时说是 好久没有玩 这个以太坊链上的这个图口了 那我是昨天呢 才看到这个Nero 0.08进场 0.14出来了一半 那这个是热度真的很大 呃 为什么说它的热度很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呢 在这里显示 它的24小时的成交量呢 是2180万美元 呃 然后呢 它的这个 目前总的市值是1.7亿美元 呃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总的 这个交易次数呢 是 11,566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CMC上面的数据的话 那它的总的成交量 那所有的市场总的成交量呢 目前的显示是3800 3886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除了在这个uniswap上面 有这些交易之外呢 那么在呃 抹茶上面 rbank上面 xt.com上面啊 那么通通都上了 那上了这么多的这个交易所 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预期呢 还是非常大的 那有可能它会上更多的这个交易所 啊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去关注一下 即便呢 其实你不参与这个币啊 你也要看一下啊 那我跟会员群讲的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 那人家是怎么去发推文的啊 去学习他们的套路 那怎么样 让这个项目的热起来 那么大家呢 去学习这个 为什么呢 去学习这个内容呢 就是说 在下一次出现 类似的项目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 新的一个项目 出现了类似的套路 出现的话 那么有可能 就是下一只经购的出现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啊 学习为什么它能扑 学习它背后的这些逻辑 那它的推文是怎么写的 他们社区是怎么推广的 最好呢 进入他们的这个社区群组里面呢 去研究一下深入的研究 那么它的出现 内容的出现 能不能给以太坊带来 带来这个起死回生的一个反应呢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经历了 那么以太坊 以太坊在上一轮的这个牛市当中呢 是出现了很多好的项目 比如说这个石壁 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 一个链油也好 或者其他的项目也好 那么总而言之呢 那是链上出现金狗造福效应出现 那就像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Selona链上出现的事情一样啊 那么我昨天是盖茨费呢 我进场的时候 盖茨费一笔交易呢 是0.92U 那出来的时候 它的盖茨费就涨到了 也就是一天的一天不到的时间啊 半天的时间就涨到了13U 那目前这个盖茨费也是涨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目前的这个盖茨啊 依然是6GGWV 但是呢 呃你在链上 你要去用钱包去买卖它的话 确实你会看到 手艺费莫名其妙的高了起来 那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以太坊链上目前的 这个火热的情况的话 那么排名第一的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内容啊 那大家去选项目也不要跟着这个 这个列表来啊 那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 他的推特已经被封杀了啊 已经被冻结了 这是很危险的一种事情啊 OK好 那呃其实呢 就这就是简简单单的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以太坊啊 那我认为后面以太坊呢 走势呢会跟着这个市场啊 跟着这个所有人的造福效应 如果说这一只金狗再涨个100倍啊 那么已经涨了好几百倍了 再涨个100倍的话 那么这个效应 这个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应 这个热度就完全起来了 那么以太坊链上的交易数增加 那么以太坊的价格呢 就跟着去上涨 那这个逻辑呢 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啊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事情啊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比特币啊 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今天收月线啊 7月份收了月线呢 7月份是涨了3.07% 然后呢紧接着这个新的 8月份的这个月线出现 那么在这个月线的上面来看的话啊 那我们如果说看Souch RSI的话 那是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的危险 那如果说8月份的行情 不能够进一步走好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将会形成一个死差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9月份的行情呢 也不会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个什么指标呢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往年的 比特币在8月份的表现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在8月份的表现呢 红的偏多 那涨的偏少 但是呢总体而言 平均值呢是涨了2.69%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涨的时候呢 是涨得非常非常的猛 那跌的时候呢 呃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啊 那我们同时看到9月份的涨幅呢 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也是跌幅多一点 然后呢涨幅少一点 然后它的平均呢 是负的4.78% 那也就是我们看这个月线的话 月K的话 那么有可能呢 比特币还会进一步延续它的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日线图上来看的话 那其实比特币仍然是在头部啊 仍然是在这个顶部 在5万6到7万3的这个区间呢震荡 那么其实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趋势线呢 它已经跌穿了 那么跌穿了之后呢 下一步呢就有可能呢 再一次呢去去找一个下部的一个支撑 我觉得应该是在5万8到6万之间吧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去寻找一个支撑啊 那这是非常有可能啊出现的 我们非常有可能看见的一种现象啊 那么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它继续在在跌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支撑点呢 就是要看到5万8千7这个点位 然后呢 它要继续再去反弹 反弹之后呢 可能还会再去试探性的呢 再去冲这个7万的这个点啊 上一次是摸到了7万 但是呢并没有站住 并没有站住啊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其实在7万2的这个关口呢 已经冲了五次了 那五次呢都没有站稳 那我不知道在今年11月份之间 在大选之前能不能看到它 稳稳当当的站上去7万呢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我们就如果说结合 基本面上没有任何变坏的一个表现啊 那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Cincia Loomis 咱们在比特币大会上 已经看到了她的演讲 那么她已经在本周呢 已经提交了比特币2024的这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呢 就是要建议呢 美国的财政部呢 每个月呢定期的定量的去买这个比特币 直到达到100万枚的这个储量 然后呢 把这个比特币变为这个国家的战略储备的资产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呢 即便是这种消息出现的 即便是今天的鲍威尔 美联储的这个议席会议 鲍威尔的讲话呢 呈现了鸽派 但是市场呢 根本就不买单 那市场呢 依然延续了往下行的这个态势啊 那么尤其呢 是呃 上次我讲到过 这个前任总统Donald Trump啊 他在比特币大会上 他说到 那么要将比特币变为战略储备的这个库存 呃 他当时是用的这个start pie 我当时是呃 听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比特币完蛋了 比特币近期呢 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我当时说了一下 我的感受并没有说太多我的想法 那么那一期视频呢 很多人批评我说呃 眼光狭隘了 怎么怎么着 但是呢 那时候我的感受呢 还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我在现场 我感受到的周围的人的反应 感受到的 那么很其他的比特币投资者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的 第一这个条件反射呢 就是比特币要有瀑布了 那所以说呢 呃 大家不要觉得呃 这个总统候选人 他对比特币啊 怎么看好 那么市场呢 就会买单啊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比特币的投资者呢 大部分的比特币的投资者呢 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绝顶的人 那么在现场的投资人 又是很多 有鲸鱼啊 很多大户 那么他们在听到 Donald Trump在现场的表现之后呢 那么短期的这个预期呢 就是下跌 那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啊 虽然说我不是鲸鱼 但是呢 我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啊 就所以说 有些事情呢 还是要现场去听 呃 你才能感受得到现场的那种氛围 现场的那种 呃 怎么讲 同频共振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那是 这是 这种东西的 还是有频率的 那么我在现场 我接受到了这种 跟我同频的 共振的这些信号 那么我就有这种感觉 那么也就是 我当时 我已经做视频讲出来了 但是大部分人 想要堵住我的嘴 不要让我讲 呃 反正呢 呃 我想要说的 想要表达的 我在那期视频都讲到了啊 接下来呢 呃 不是说看这个比特币 非常看空啊 那么比特币在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大家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很好的建仓的一个好的时机 那么咱们昨天视频也讲到了 你可以呢 DCA 你可以呢 在比特币在跌得特别猛的时候呢 去建仓 那这个时候呢 是永远都不会亏钱的 好 那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salona 这个salona的这个 这个线呢 如果说你看我的区块链日报的东巴区晚上这个十点钟更新的视频的话 你会非常熟悉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是一个收敛的上升的一个七型 但然后呢 它已经突破了 对吧 在这个地方突破了 那突破了之后呢 我们是在在四个小时图这个地方画了一根上升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这个上升的这个这根趋势线呢 那它目前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这个地方跌穿了 那跌穿了之后呢 我们要在水平的位置呢 去寻求一个水平的一个支撑啊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166的附近啊 那在166的附近 那如果说Selona能够反弹啊 能够支撑得住 然后呢 进一步反弹的话 那这是未来呢 依然是非常看好的一个事情啊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直接击穿了 那么再反弹 那么它要回到下面的这个支撑 那么这个点位呢 大概在150的附近啊 那这是目前我对Selona的一个看法 那大家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 那本轮这个Selona 为什么今天要着重讲一下Selona呢 因为Selona呢 目前这个我们前面也看到一些新闻了 那Vanek呢 他已经提交了这个Selona的ETF现货的申请 那21Shares也提交了这个申请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华尔街呢 有两家的大的这种公司呢 金融公司呢 他们已经提交了Selona的现货ETF的申请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叙事呢 就变成了大家呢 所有的人投资者呢 去期待Selona的这个新闻啊 就是我们要Buy the rumor Selona的News 那么如果说后面还有贝莱德 还有其他的这家公司 各种各样的公司呢 他们去申请Selona现货ETF基金的话 那么市场呢会把这个价格呢 推得更高 那么我觉得呢 这种消息此起彼伏 不断出现的话 会把Selona的价格带到250 甚至到300美元的这个附近 那么如果说再结合其他的一些利好的 这种消息刺激的话 那很有可能直接就上 350到400的这个区间了 那这是非常看牛 Selona的这个后世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人都是用过Selona 去买链上的图钩 那么Selona又快又便宜啊 然后呢 这个目前也没有出现 大面积的这种死机当机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说我觉得Selona 本轮牛市的这个行情呢 依然是非常非常看好 那我对Selona的态度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非常的看好 那我自己本人的仓位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那如果说对你的投资客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点赞视频 订阅咱们这个频道啊 那咱们这个频道呢 每周呢 都会有两到三期 甚至有的时候会变成日更啊 那我是看这个每天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职的YouTuber了 那我除了自己读一些自己的喜欢的书之外呢 我其他所有的时间都是All in Crypto OK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